社會焦點來關心這一起命案 今天中午在台中神岡地區 接獲民眾報案 說在橡膠工廠的塑膠桶裡 發現一具屍體 警方從這屍體的身形判斷 應該是男性 懷疑這身份可能是一名 在2019年就失蹤的男子 但還要等待這DNA鑑定 進一步釐清身份 同時也帶回一名女子偵訊 懷疑可能還有其他共犯 工廠拉起封鎖線 大批警力在外頭守候 因為在神岡大洲路上的 一間橡膠廠房發現桶屍 大塑膠桶內灌了水泥 還有部分遺體露出 那間廠房好像都沒有在用 然後他們最近在整理才發現 然後發現說那個水泥 把它敲開才發現所有 就是裡面有屍體這樣 這間廠房依租約 已經租出去三年多 但陳租人已經很久沒有付租金 廠房的二房東來整理 打算重新招租 卻聞到塑膠桶有惡臭 才發現有一具桶屍 屍體發現的地點相當隱秘 在工廠的最後方 而且死亡的時間非常久 警方下午1點10分剛往現場 將部分遺體送DNA驗證身份 警方調查死者疑似是一名失踪的男子 2019年家人報案 但一直沒有找到人 警方依據線索帶回一位30歲 住西屯的女子 她就是這間廠房最後的承租戶 警方懷疑女子知情 也認為女子的力氣比較小 懷疑還有其他男性共犯 目前正在全力追氣中 這位黃博宣 胡佳倫 台中報導